有一些肠癌大肠癌发病率很明显都会增加 也就是说因为是吸烟对免疫系统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而这种伤害可能是日积月累的 可能程度不是一下子就非常的重 但是是日积月累的 所以说这个吸烟就是没有吸烟的人就不要去学吸烟 然后已经开始吸烟的人尽早戒烟 就是吸了很长时间的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它会成瘾 成瘾了以后它这个化学物质在你的大脑里面 就是说你隔一段时间这个没有了 它就会让你就是说很烦躁 你不吸的话就很烦躁 会有一些这种就是说成瘾的一些症状会出现 所以就可能得你要就是说通过这个戒烟 可能需要点毅力 而且需要一些家庭的帮助或者是一些朋友的帮助 然后呢还有通过一些医疗上的这些帮助 就是说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啊 所以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就是帮助戒烟的一些产品 辅助的一些产品 一会回过头来我们仔细的来来谈一谈 请您谈一谈就是戒烟为什么这么难 现在的这些戒烟的这些辅助的一些药品也好 或者食品也好 是不是有作用 现在导播提醒我线上我们有一位上海的陈先生 上海陈先生 你们好 你好 我认为应该禁止生产香烟 谢谢 好 这个陈先生的这个问题非常简单 他发表他观点应该禁止生产香烟 对 我想呢很多人都有这种疑问 对 就是陈先生的这种疑问 就是既然吸烟对身体有这么大的危害 为什么在世界各个国家很难像比如说像禁毒一样 我就是要严禁这个吸烟 干脆我就严禁生产香烟 严禁生产 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 对 这个呢就是说是一些政府方面的 就是医疗 对 就是这个呢就是说 这个毒品呢 可能对身体的危害呢 更明显的大于这个吸烟 所以这个毒品呢 就是说很明确的就是禁止生产 禁止贩卖 禁止使用 就是说这个已经通过法律 已经开始 就是说已经 就是已经规定 但这个吸烟呢 就是对这个身体会引起这些各种各样的疾病呢 在这个发病机制呢 现在还在研究之中 就是还没有很明确的这个 这个发病的这个这个机制 只是一些 现在也正在进行当中 所以至于为什么政府还允许它贩卖 所以这一点 我就说可能得 医学上还没有足够的证明 能够说服世界各国的政府 对对对 来下决心 因为这个是一笔很大的business 就是很大的一个生意 所以可能 尤其是很多地方 很多地区它是烟草生产是当地的最大的经济来源 对对对 比如说我们随便可以想到中国的这个云南 对对对 在美国就可以想到在华盛顿附近的这个维基尼亚州 对 就是美国最大的一个烟草生产基地 所以就是它这个呢 主要是他们这个地方的这个经济收入来源的重要来源之一 所以就是在你没有得到这个医学这个就是很充足的这些证据 就有直结这种发生造成癌症的直结这种作用机制之前呢 可能你说服不了它 就是任何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是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吧 如果这个研究的这个结果呢 能提供足够的证据的话呢 可能就会有也可能会有这个改变吧 现在倒是注意到在无论是在美国这边 还是在中国那边呢 似乎政府呢也都采取一些所谓的在一定的场合 在一定的时间禁烟的这样的一些政策或者是法规 这样做你觉得对改善就是吸烟对这健康的危害这方面会有所帮助吗 我觉得会有所帮助 因为呢就是说吸烟毕竟是一部分人不是百分之百的人 对于那些没有吸烟不吸烟的人 就是如果你规定他在吸烟有规定的场所的话 你要吸烟你到就是指定的场所去吸烟 就不影响没有吸烟的人 因为呢这个不吸烟的人呢 你在他周围吸烟的话呢 他同样受到就是说 所谓的二手烟 受到二手烟 就是说能接受你身 就是说那个烟雾 烟槽里面产生的这种烟雾的这些化学物质也会进入他的身体 所以对他也是一种危害 所以无形中他没有吸烟 但是呢他也得到了这些同样的这个危害 所以这样子就是说不是很公平 所以现在指定呢就是你要吸烟就到你指定的地方去 所以现在在美国呢就是所有的航空公司 飞机所有的这些场所 就是公共的办公楼啊什么的都已经是不可以 政府的办公室 都是不让吸烟的 很多大公司的办公室 对 甚至包括在华盛顿周围 很多饭店 很多餐馆饭店 对 甚至有些地方连酒吧都进去吸烟 对都进去 但是他就在指定的一个什么地方 你要吸烟你可以到那个地方去 所以有时候走路 在路上走路 然后突然发现一个一块地方 好几个人站在那里 集中在那里抽烟 可能是他们指定的抽烟的地方 指定的吸烟的地方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说他本人呢 他一时戒不了烟 但是还在继续吸烟 这样子不至于影响那些没有吸烟的人 我看到一种说法 说这个吸入二手烟比这个吸烟更有害 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对 应该现在就是说也通过这种调查 就是因为 你吸烟 然后你喷出的烟雾呢 就在空中的弥散 所以你在它周围的话呢 你这个烟雾呢 你呼吸 通过呼吸呢 就会吸到你的那个身体里面去 所以 也产生了 就是说有 同样的不良的效果 对身体的不良的效果 好我们线上有一位是江西的赵先生 江西的赵先生 还在签上吗 我在 听讲 我听说在加拿大的话很多地方都晚上都弥漫着一些大麻那种气味 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在美国的话它那个联邦法院的话会不会在一两年中通过通过这个十七个州的那个大麻合法化的吸食那种法令 就是觉得如果说大麻的话吸食的话会比烟草的话会更有害于健康这种情况 主持人的话是主张大麻合法化的话还是反对 好 这个江西的赵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实际上我想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也是让很多这个政府和医疗部门也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大麻应该不应该合法化 当然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可能扯的有点远一些 因为毕竟大麻和香烟还不是一回事 大麻现在已经归层是算是毒品那一类的 所以已经禁止了 现在但是呢 现在好多人就是如果是在贩卖啊或者生产啊或者是种植大麻的话好像是是是是违法的 是不是这个大麻呢在有一些地方啊 它是作为一种药用 作为一种镇静剂 是在医疗上医疗上可以允许的 对 这种情况下呢是通过要有这种医生处方 而且要有那种license的医生的处方 不是说任何一个医生都能开这种处方 所以像一些研究机构 比如说他们做一些实验 比如说一些动物实验 他们需要这些给动物打些麻药的时候呢 也是要用这些 就是这种是一种药品 就是不是生产的 现在就是不是给你 就是说作为那种吸大麻这种产品 这个产品来生产这些大麻 所以现在就是说 还是性质还是不同 所以 但是对于大麻的使用的这样的 各个国家的法律啊 什么规章的制度 一定是要比这个 对烟草的这样的 要烟